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哇 新年快樂 各位客觀好 歡迎來到 保麗龍中隊 我是銀化 我是麻雀 今天是2020的第一天 第一天要幹嘛 新年要做什麼 要玩交換禮物 為什麼有三份交換禮物 是因為我們頻道 多了一位新成員 但是這個不重要他等一下會介紹 我們現在先來抽籤 我可以看 你不要一直捏 我就是要彈 你怎麼可以不給我 抽到三號 三號 三號是我的 好 我現在要猜禮物了 然後我們當初三個人 在做交換禮物之前 我們有說我們要符合三項特質 一個人說一個特質 然後就是要符合ㄎㄧㄤ 然後要冷知識 還要能感受得到愛 你們能想像這是誰出的嗎 我們現在要來猜 我一點 好期待 有一個人啊 他去故宮來院的時候 他說我需要帶什麼題材回來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保持聯絡 然後他那一整天都沒有 都沒有主動聯絡過 然後就想說 天啊 故宮怎麼可能沒有辦法做出各什麼東西 因為他買的就是禮物啊 他剛剛一開始就沒有要聯絡妳的打算 對 只是禮貌性的問一下 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要帶給我東西 我至少有從那邊買禮物回來 我們每個人都有從一個地方買禮物回來 所以這個是明信片嗎 他是可以組裝的 而且他說起來超好玩 你可以現場組裝看看 好 有卡 嗯 這個包裝也蠻嚇的 好 然後這個是 喔 每月駐煉事件組 那是上面提前關鍵組 這是許願茶包 有沒有愛 有 有愛 這個有愛 在最後一起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銀化貨物的交換禮物 這就是我抽到的交換禮物 來自我們的新成員 新文公 這是讓人快樂 要抽籤了 妳剛剛就是這樣喔 不知道為什麼妳也那麼緊 我抽到的是2號 這是我們三個人都不抱期望的禮物 我在現場 沒有 妳不在現場 妳不在現場 我現在要來拆禮物 然後是三個 看起來差不多包裝 是同系列的東西 沒錯 然後它標籤紙沒有拆 所以我完全知道它在哪裡賣的 我們唸一下標題 這是夜光經理 對 那我們一個一個拆起來 好 有卡嗎 我還沒有把它 還沒 我還在拆箱子 然後妳就問我說有卡嗎 我覺得 還好說 但是 現在有點小小的絕望 為什麼我要絕望了 你說夜光經理到底有幹嘛 這是銀花送給麻雀的交換禮物 這是銀花送給麻雀的交換禮物 三隻夜光經理 你看 可以不要把我的交換禮物 這麼小事 妳可愛吧 超可愛 妳這樣 這樣 好啊 看在它這三隻的份上 對吧 對 我覺得三隻很OK 對 好這就是 這就是麻雀收到銀花的交換禮物 但是 好開心喔 哈哈哈 壓軸看起來 敬文公 欸 新夥伴 妳要不要講一下妳為什麼在加入保安東對 呃 真正的原因就是 她看我們可憐 我覺得是看我們可憐 現在是常進人的抽禮物之間 恭喜妳抽到麻雀的禮物 耶 這就是撿到的 這就是撿到的 接下來猜麻雀的禮物 對 是內衣 多高興 因為 到底是誰會這樣裝啊 好 冬日大禮包 禮包中除了垃圾桶還有蠻小的抱枕 百日計畫 話說只有我覺得垃圾桶間留言板上面還寫著 我家超香的嗎 本知是 這種材質用隨性筆寫字可以無限用濕紙巾擦掉 所以才說是 留言板 我有準備筆等一下給妳寫 在袋子裡面 香香的 妳要聞一下 聞垃圾桶 妳看我垃圾桶 為什麼妳在垃圾桶裡面放這香氣 我就怕她垃圾桶之後很臭啊 我跟妳說 先讓她們預備一下 裡面就長這樣 這真的是香的 我跟妳說送 這個禮物它本身就超香 妳送這個禮物就屌打我們所有人 嗨 我們抽完啦 可以 知道嗎 感受到最可愛的是誰嗎 他 他 耶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 請訂閱保養中隊的頻道 一起見證龍的成長吧 下次再見 拜拜各位 對 這個是靜雯宮禮物的特寫 妳們猜多久銀花可以組好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把它打開 好 妳們猜多久銀花可以把這個禮物打開 2000年後 妳們不要理銀花 妳知道這裡有一個嗎 這個我不知道不是銀花一個人組裝 而是我跟她一起組裝 沒辦法送的人有責任 再一次